一个男人的身份和地位完全可以通过一辆车体现出来 30多岁 退学的青年时的冲动和稚气 渐渐走向成熟和稳重 在选择方面自然也会考虑到汽车的成本和大气 那么有哪些汽车是适合30岁以上的人开的呢 凯迪拉克XTS 30多岁的人大多喜欢开黑色的车 因为相对于其颜色显得更加的高端和大气 凯迪拉克是美系豪车 价格比德系豪车实惠很多 但却不失华贵气息 而这款车外观更像是商务车 内饰材料当然是一级磅 搭配简链而洒脱 在动力方面 三款车强调平稳 搭配2.0T 269马力发动机 6AT变速箱 最大功率可达198千瓦 流距达353牛米 价格在29.99到35.99万 Lexus ES 是日系车中的豪华品牌 独特的外观带有系列的气质 内饰低调细腻奢华 而且车内空间很大 采用2.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带一个驾驶人无限的舒适感 但它的动力同样不可忽视 价格在27.9到46.7万 大众辉昂 正好车极其低调 外观和普通的大众车型一样 但内饰设计和配置极有品味 木纹装饰加上真皮包裹 本身就是低调豪华车的漂配 在动力方面 搭配2.0T物轮自压发动机 除了有一定的动力配置之外 此款车还具有平滑力 驾驶感受不一般 价格在34.9到65.9万 30多岁能开上这三款车 也算是人生赢家